来关心国内的疫情进展 今天是新增病例稍微回升了 新增18547宗 死亡病例有311宗 其中有93宗是BID宋院前死亡病例 至于州属方面 沙拉越是继续超越雪州 登上的疫情榜首新增3200宗 而排在第二的雪州新增2407宗 紧接着是柔佛州的2174宗 沙拉越是已经连续第二天 都成为全国新增病例最多的州属了 那或许很多人会感到很好奇了 为什么沙拉越的接种率 是已经达到了80% 可是确诊病例反而是越来越高呢 那针对这个问题 卫生部长凯里就解释 沙拉越昨天的新增病例虽然飙升 但是重症患者只有4个人 其余99%都是属于 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轻症患者 显示新冠肺炎在沙拉越 正迈向地方性流行病 人民是能够与病毒共存 虽然是有感染 但是病情不会太过严重 至于新增病例 也有增加趋势的沙巴州 凯里也指出 卫生部将会确保提供足够的疫苗 给沙巴 尤其是单剂量的疫苗 例如康辛诺疫苗 以加快沙巴的疫苗接种率 人在沙巴展开第二天工作访问的卫生部长凯里 今天到仙本纳的拉勒班岛视察疫苗接种活动时指出 沙巴州内所有人都应该获得接种新冠疫苗的权利 即使来注射的民众没有大马身份证 卫生部也不会拒绝为他们接种疫苗 凯里也赞赏沙巴内陆和岛屿居民 对新冠肺炎保持高度醒觉 因为郊区接种计划获得大批民众的响应 单单是今天就有一千人前往仙本纳的拉勒班岛疫苗中心 接种康辛诺单剂疫苗 说到疫苗接种 今天政府再给那些完成疫苗接种者 捎来了松绑防疫SOP的好消息 那就是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者 可以进戏院看电影了 也能够观赏表演 政府宣布从9月9号开始放宽国家复苏计划第一阶段的创意领域 但只限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业者、员工及消费者 而入场的观众人数需要根据场地空间容量而定 比如电影院只开放50%的观众入场 而现场表演、展览、博物馆、美术展以及摄影棚内的预录和直播节目 则允许观众占空间总容量的3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